波音公司在上世纪成为民用飞机领域的巨头 他认为中国在20年内要买5260架飞机 这将花费6700亿美元 然而如今波音公司将失去中国市场 中国已经研制出达到国际水质的科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波音公司为何会失去中国市场 波音公司的总裁曾表示 自己非常自豪能和中国保持40多年的合作关系 中国是波音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这里不仅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客户 还有不少在工业上的合作伙伴 然而波音在特朗普挑起贸易战后 却始终保持强硬态度 不愿对中国让步 波音公司认为 中国现阶段无法造出符合国际水准的科技 因此自己可以稳坐钓鱼台 其实波音公司近几年噩耗不断 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市值蒸发302亿市值 这要从2018年10月29日 波音737麦克斯失事说起 当时这架飞机正从雅加达飞往宾港 起飞13分钟后 机场突然联系不到飞机上的机组人员 随后这架飞机坠毁在加拉黄海域 加上189名乘客和工作人员无意深化 正当人们寻找事故的原因是 波音737麦克斯在5个月后再次实施 2019年3月10日 移架载有157名乘客的波音飞机 从埃塞俄比亚起飞 起飞6分钟后失去联系 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 这其中包括8名中国人 这两件事发生后 所有人都开始指责波音公司 认为他设计的波音737麦克斯飞机 在自动驾驶系统上存在问题 随后波音公司的股东也将他告上法庭 指控波音有意隐瞒飞机的安全风险 随后特朗普下令 停飞所有美国境内的波音737麦克斯飞机 并且该型号飞机不能飞过美国公寓 所以曾和波音公司有合作关系的航空公司 也纷纷取消和波音的飞机订单 开始联系波音最强的竞争对手空客公司 中国也在2019年3月21日 宣布停飞波音737麦克斯飞机 在随我的事情告一段落后 波音737麦克斯复飞不到半年 电器系统再次出现问题 中国C919是非成功 波音公司自作自首 将失去市值万亿的中国市场 这足以证明 波音公司为了追求利益 将设计存在缺陷的飞机 迈到世界各地 随后波音公司不得不做出大规模整改 宣布将和美国航空局合作 解决飞机上出现的安全问题 可是现在的中国 已经不再需要波音公司出产的飞机 因为由中国自行研制的 C919克机已经是非成功 这意味着波音公司 将失去市值万亿的中国市场 中国在2007年 决定开始建造大型飞机 直到2016年 首架C919才抵达是非中心 中国此前没有任何 有关研发大型喷气客机的经验 而发达国家 距离中国实施过技术封锁 不过中国科研人员并未放弃 终于制造出 国产化率高达60%的飞机 2020年2月23日 106架C919转战东营 经过高寒 高温等极端环境测试后 它才能正式投入运营 2.C919性能到底有多强 和空客A320 波音737等飞机的 6块封挡玻璃相比 C919是有4块封挡玻璃 但它们的面积相加 足有4平方米 这意味着 C919能让驾驶员 获得更广阔的视野 其次 C919采用流线型设计 飞行使空气阻力更小 能降低飞机在巡航状态下的 燃油消耗 不过和军用飞机相比 民用飞机不注重速度 更注重安全性 C919在设计之初 就考虑到安全问题 它有全世界最好的动力 航电和控制等系统 完全符合国际科技安全标准 能够保障每一位乘客的安全 C919到底有多安全 并不是飞机制造商说了算 它还需要经过 一系列严苛的测试 目前C919已经通过高温和高寒 等极端天气的测试 相信它即将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C919是中国第一架利用3D打印技术 制造钛合金零件的飞机 这些钛合金零部件 将组成C919的复合舱门 可能有人会好奇 通过3D打印的零件 和普通机床制造出来的零件 有什么不同 其实利用3D打印技术 不仅能有效缩短零件交付周期 在结构强度方面 要远远优于普通零件 并且3D打印部件更加规整 飞机在维修时 只需要替换损坏的零件即可 C919完全是中国 自主设计的大型科技 在外观和构造等方面 中国拥有它的知识产权 机头 机身等区域的外壳 来自中国成都飞机和西安飞机等企业 其他零部件由国外企业生产 可能有人会觉得 这不是中国自主研制的飞机吗 怎么会有零件还需要从外国购买 其实全球采购的 也是民用飞机制造的一大特点 像波音和空客等大公司 也需要在世界各地购买优质零件 由于中国现代化工业起不较晚 所以中国航空业的水平 和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 C919的发动机来自于CFM公司 但它比波音737的发动机更强 首先它的燃油消耗 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减少16% 并且在运行时间时更加安静 目前中国正在研制长江1000A发动机 未来中国制造的飞机 一定可以按上一颗强劲的中国心 三 自讨苦吃的波音公司 虽然C919的首飞时间拖延过好几次 但中国研究人员始终秉承安全第一的原则 宁愿延期也不愿意提前试飞 因为中国研制民用飞机的科研人员相对较少 所以在制造飞机的各个阶段 都会遇到一些急手的问题 这必然会耽误一点时间 C919始终将安全化的第一位 并不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和速度 这点和波音公司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如今波音公司已经后会 首席执行官在参加美国航空峰会时表示 希望美国政府能将经济和政治分开 不要让中美贸易关系受到影响 波音公司还需要和中国做争议 无法想象失去中国市场会带来多大的损失 因为截止2021年 中国国内出行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 中国需要大量客运飞机 满足国内日益旺盛的出行需求 当C919完成所有测试后 波音公司再无法像以前一样 每年在中国赚得盆满不满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 波音公司只想到自己是美国企业 却不注重维护客户的利益 这样的发展策略 必然会让波音公司走下坡路 市值万亿的中国市场 即将和波音公司说再见 不知道还有多少国家 会陆续购买波音出产的飞机 C919的成本和油耗更低 安全性更好 各国航空公司为了追求利益 自然会选择物美价廉的科技 截止2018年2月底 C919已经获得28个国家 815架飞机的政单 C919已经成为中国航空工业 最耀眼的名片之一 C919身长38.9米 亦然有30米左右 是同类科技种最宽的 客床内的座椅和过道都很宽敞 能为乘客带来最舒适的乘坐体验 就算波音公司再后悔 也无法改变中国已经研制出 C919的事实 波音公司在贸易战爆发时 只顾自身利益 选择对中国冷眼相对 如今它已经尝到苦果 价值几万亿的中国市场 已经不属于波音公司 C919将成为国内航空公司的首选 虽然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 还无法追赶上发达国家 但中国客人人员从未放弃 未来国际科技市场 必定有中国的一席之地 根据信息显示 波音公司一架 737麦克斯系列飞机 跨洋飞行来中国 要在中国进行各类的测试工作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波音公司也派出了 庞大的谈判队伍降落中国 波音公司试图通过试飞来验证 737麦克斯系列飞机的安全隐患 已经得到解决 从而让我国政府 解除对于波音737麦克斯 系列飞机的禁令 中国市场对于波音公司来说 非常重要 如果波音737麦克斯系列 飞机无法在中国付费 对于波音公司来说是致命的 尤其是现在全球疫情阶段 各国航空工业都严重受挫 而我国是全球少有的 已经控制住疫情的国家 全面复工复产 国内航空业也全面恢复 波音公司现在急需订单 而我国就是其最大的期望 这款型号的飞机 在中国已经被禁飞两年 美国波音公司也是损失惨重 不仅股价连续下跌 还进行了多次裁员 波音是美国高端制造的象征 也是美国制造的最后辉煌 一旦波音倒下 那么美国制造业也将受到沉重打击 波音这款问题机型想要复飞 美国就需要向中国低头 波音公司努力试图 让737麦克斯系列飞机赴飞 另一个原因在于 我国国产大飞机 C99的试飞已经进入尾声 到时候 随着C99的量产 中国也具备了研制大型客机的能力 对于美国波音公司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国未来将逐渐用国产飞机 代替波音客机 波音将会遇到新的竞争对手 但是目前中美关系紧张的前提下 波音737麦克斯系列在中国复飞的可能性不大 波音737麦克斯系列在中国复飞的可能性不大